橙子皮不要再当垃圾扔掉了 把它放到火上给它烤一烤 老一辈人的传统做法真厉害 既食用又省钱 今天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亲密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哈喽大家好 橙子我们都喜欢吃 橙子价格现在也不贵 多吃橙子的呢 对咱们身体啊 能补充各种维生素 橙子是一种非常好吃又美人的水果 可是呢我们很多人呢 只把橙子里面的果肉吃掉了 橙子皮却到垃圾扔掉了 其实橙子皮它是一个宝 把它放到火上烤一烤 它的作用真厉害 既省钱又适用 今天呢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为四个树上摘下来的橙子 用菜刀把橙子给它切开 在二方为四 把橙子里面的果肉给它取出来 再取一个叉子 把橙子皮 用叉子给它穿透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打开天然气脏 我们把橙子皮呢 一定要给它烧黑 把它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烧热的过程中 一定要给它转动一下 经过一分钟的烧制 橙子皮已经全部烧黑 烧出了香味 我们把它放入到水中 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好以后 把它们捞出来 然后用菜刀 简单的给它切一下 切好以后 放到一个杯子中 然后再倒入开水 把烧好的橙子皮 在水中给它浸泡一分钟 洗烤一分钟以后 我们就可以饮用了 虽然它看上去非常难看 但是您喝上一口 满嘴都是橙子的香味 橙子皮 它的作用不用我说 大家都知道 在火上给它烧一烧 这样能激发出橙子皮里面的营养成分 还能激发出它的香味 把它烧好以后 放到水中 给它浸泡一分钟 我们这样每天喝 连续喝一个星期 您就会发现 自己的身体有很大的变化 看似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里面包含了老一辈人的智慧以及精 今天橙子皮这个养生做法 就发现给大家了 如果您喜欢 一定要收藏起来 在家做做试试哦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